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总体印象就是变得越来越柔和 就是相对来说他的那个手法就是这个用笔的手法也相对趋于稳定 就是说他的手法也趋于越来越稳定 这个写法上也越来越柔和 这个就是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就好比我们我们在写一个长篇的书法作品的时候 就开始可能有这个笔墨直验 就是并不是很最开始就是说并不是很适应 一直在调整到后面好像越来越顺手 有有这样一种感觉啊 就是从从我们现在那个写到写到写到第十写到第九页啊 这里我们的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他就是手法上就是感觉是越来越适应啊 这个这个书好像书单的过程越来越顺利啊 是总体上有这样一种感觉啊 就是反映到这个具体的字上啊 它的提案过度这些方面都比较柔和啊 这个我们在临摹的时候具体体会一下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布子啊 布子以前说过 我们有一个平纳组合的问题啊 两点啊 先写数或者先写平纳组合都可以啊 我们先写数 最后写那个平纳组合啊 最后写那个平纳组合啊 这个撇是比较难写的啊 突然 好 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空组织好 就是在我们在关注点画的时候 我们点画是黑的 这个流出来的是白的 就是要这个写黑的的时候 写黑的点画的时候 要关注留白的 留白的这个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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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竖钩是比较难写的 你既不能写的像凯书那样 有一个很锐利的勾 但是呢 又要把这个写出来 要把这个拐写出来 相对于这个 这个尊字啊 这个尊字在前面出现过 前面那个尊字啊 可以比较一下 前面那个尊字呢 就是它的提案没有这么丰富啊 提案也没有这么柔和 下面的图子啊 能不能写在吗 零字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写的过程中 也是要关注一下周围的这些空 留的是不是均衡 留的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字 这个字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对称关系的字 对称关系的字 那么它这些空 留的是不是基本对称 这些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 要关注的 对称关系的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称关系的字幕志愿者 对称关系的这些空 这个书字啊 就注意它这个横画之间啊 横画之间的排列 非常匀称 那有的时候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匀称 有的时候有些字啊 它写的有有有书密对比啊 书密对比 有的字你看它写的是很匀称的啊 有的时候很匀称 这个这个空间也写的都很匀称 那么这个有有没有对和错呢 其实都没有对和错啊 没有对和错 就是说啊 就是有有不同的 那这个表现的效果啊 这个字就显得很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凭正显觉啊 这些你把它搭得很匀称 它就很很 这个凭正啊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凭正和显觉的不同的效果啊 这个没有对和错 就是我们在法帖里面 在在面对法帖里面 这些手段我们都要学啊 都要去学 那么在真正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有不同的表 表达手段啊 这个字呢 相对比较扁啊 相对 这个字 这个字有没有什么 就是说跟我们平时写习惯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有的 就这个上面这一横 上面这一横 它写成了波画 就是我们 我们平时写这个被子的时候 容易是什么呢 容易把这个 就是我们写楷书的时候 容易把这个下面这一横写长 上面写短 它这个是 就是说 这个是上面这一横 上面这一横是长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临摹的时候 特别注意跟我们 平时的书写习惯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到 到 然后 好 好 注意这个钠画 这个钠画的角度 注意这个钠画 这个角度 角度很大 所谓的这个显觉啊 所以显觉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感觉 就是说它的 就不常规啊 就不是那么常规啊 这个钠画的这个钠画 感谢观看 出现了一笔弯度比较大的横波画 有一个曲和直的变化对比 当中的变化对比较大 一笔弯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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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 一笔弯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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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笔弯度比较大 一笔弯度比较大 最后一笔弯度比较大 一笔弯度比较大 一笔弯度比较大